吉安乡的金财神宝殿 睡末寒冬之际 庙方特别把广大信众所捐的善款 购买了生活物资132份 分别送给了吉安乡六个村的弱势家庭 吉安乡长游淑珍 感谢金财神善心协会的爱心 让众人的爱心可以散播出去 吉安乡财神庙金财神宝殿 每年的睡末年终之际 都会将广大信众所捐的善款 特别来购买生活物资 分送给吉安乡村里的弱势家庭 而日前也分送了132份 给仁安 仁和 光华 永兴 仁礼 东昌等六个村 捐赠仪式当中 是由金财神宝殿的公主戴士义 善心协会理事长李秀霞 以及李坚士共同来参与 并且选用最优质的生活物资 包含了吉安米 酱油 沙拉油 由村长们转送给需要的家庭 乡长游淑珍也颁发感谢状 给金财神善心协会 感谢他们的爱心 代表吉安乡谢谢我们金财神宝殿 金财神善心协会为我们长期一年三节 来给我们开启这样的一个村林里的 救助与关怀活动 透过我们的村长将我们的爱心物资送到我们的家户 再次谢谢我们的金财神善心宝殿 以及我们金财神善心协会 也谢谢我们的村长们 为我们把我们最需要的幸福 关怀送到家户的手中 三星协会理事长李秀霞表示 金财神宝殿每年会举办三次的百米发放活动 下个月也有捐赠年菜 就是希望能够传递幸福 今天物资率总共准备了132份 发给六个村的村长 然后来自于我们金财神三星协会的会员 那以及就是各地方的那个信众大德 那我们下一次会再做就是下个月的部分 有发放那个年菜的部分 对那我们一年有三节财神庙就是财神園圣诞 然后中元节以及庙庆 我们会继续努力 那各位乡民为各位乡民服务 乡长游淑甄感谢各界民间的慈善团体 一住到吉安乡救助资源的能量 协助无数弱势家庭共渡难关 众人的大爱送暖也让吉安更加的美好 记者刘明胜吉安乡报道 谢谢大家